昨天應該是否久後了的爆想 會不會有機會接下來的勢力都是這樣 因為我們之前上個星期才說 糟糕了很久 走勢究竟會想怎樣 還有好像市場之前擔心很多負面的因素 現在是否突然間真的沒有呢 其實市場有些消息傳出來的 除了剛才前面有提到的就是中概股的升級問題 另外就是內地國家政策 報導說過常會會推出19招提升經濟措施 主要包括加大政策性開發金融工具 用好專項債、調整利率等的放水 去支持經濟 促進民企發展和平台經濟健康發展 以及支持各個城市推出一些房地產針對的政策等等 究竟港股是否真的可以迎接一個 等了很久的一個轉勢呢 我想還是要先看看 當然啦 如你所說也很開心的 很久沒見過像昨天那樣突然大升 升成七八點 兼且半天而已 大家上午還是打暗風沒事的 但下午回來突然夾到傻了 所以你說看法上一定是好的 至少對於過去的差不多兩個多月的下跌來計算 你看圖也看到了 都沒有什麼可出現這麼大棍的洋竹 所以從走勢那樣一定是正面的 但是是否能夠持續呢 這個真的要看的 因為剛才說過兩樣因素 當然如果兩樣因素都是事實的 或者是繼續做的 那一定是利好的 因為譬如你只說中美那邊 那可能會有所謂審計帝稿的因素 至少如果你能夠有這樣的一個 票座大家的進展在這裏 至少會緩解少許的憂慮 特別對中概、科技類 那這一定是會有正面的支持 而二來 你說到國常會那邊的一些政策 那這個當然如果是繼續落實 繼續去做 那也是一個好事來的 因為正正就是 過去這兩個多月的回調 其實某些事實上是受累著內地的因素 因為大家都知道 那一來當然爆了一些內防南美樓問題 二來也看到其實之前一些會議 或者出來的說法 開始對年底定的五點目標 就沒有那麼實在 覺得可能有彈性一些 或者未必能夠到達 那所以 對上那個年內又開始 對政策的炒作是少了很多 對比可能四、五月那一轉 那所以你說如果這一刻 在國常會裏面 那麼明確說回這 可能19個政策 又或者可能這麼多不同行業 都有機會受惠的 自然有些政策的憧憬炒作是不奇怪的 那所以 如果你說這兩件事都是事實 那我覺得同意對國市 是有一個持續一點的推動 那但是這兩個因素是否事實呢 或者持續有這麼利好因素呢 真的要再看 因為我想只講國常會這邊 譬如說政策這邊 有憧憬在這裏 但是最終落地那一刻是如何呢 或者是 究竟是一個方向性啊 還是一個很實在 已經短線立即會出現的一些因素呢 以及究竟對政策 對經濟的刺激作用大不大呢 這個也是要看的 所以我想一步一步望吧 那如果你說整個技術面來說 好一些就是剛才提到的 出發了一些大洋竹 那兼且來說呢 其實不上回二十天線的初步 那這個也有點象徵意義的 因為你看圖也記得到 由六月尾 二十二千四開始下來之後呢 7月份打後 都沒有站穩過二十天線樓上 其實一直都壓著二十天線下來 所以如果這一刻能夠 譬如今日 繼續站穩在二十天線 一萬九千九這些位置樓上的 那可能真的有機會彈多一點 譬如去挨近二萬零八 二萬一邊這些位置 但是真的繼續這樣一步步看 我想港股就很難說 有一個很大的轉勢方向 因為始終過去困擾的事情都挺多的 除了先提到就是內地、外圍 或者甚至港股自己都還在業績期間 所以很多很多因素 我想都要一步一步看看 有沒有機會逐個逐個 所謂負面因素拆解 如果你說能夠做到這些因素 那可能到了年底的時間 即第三季尾至四季初的時間 可能到時才是更加樂觀一點 如果這樣看的話 所以我想暫時看著這些位置 挨近二萬一邊 做一個短期反彈目標會比較好一點 大家也不會太興奮 因為昨天的急升 觀眾Helen就說 Jocelyn Raffey 他說昨天的市場沖上兩萬 不是昨天 是今早 今早真的升出辣 他說會不會很快又回到一萬九千五加 那天策略上應該走貨還是告追呢 他自己就持有少量3690的 如果持有少量就不用擔心 不知道他還有其他科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Jocelyn Raffey 說了一點就是 究竟你是走貨還是追呢 其實這個真的要問自己 本身你的貨量多不多 如果你說真的 你整個手蟹貨有很多貨 其實你一定是減少的 你哪能做追 你都持貨這麼大壓力 可能一來沒有錢 二來有錢你都會大壓力 不斷再加上去 因為剛才他也問了 究竟市場是真的繼續上升 還是會回呢 我覺得這個 我發現到大家 都是有些信心不足的 這個我當然也明白的 廣估其實也很難令大家有信心 這是真的 所以我想 如果你真的很重貨 一定是趁彈去減的 無論你什麼貨 或者是 你看到後市也好 你減輕一點 一定是沒有稅的 這一定是真的 所以如果你太重貨 是減下我同意的 但如果你本身貨量不多 可能真的 好像他這樣說 只有1隻3690 或者本身 就算有幾隻也好 可能戰備也很少 這個我覺得 又可以拿著它 因為始終你的港股 真的都 約一約的 但是 過去不斷地說 理論所有的估值 其實是很便宜的 我覺得如果你這些位置 你又不是持有太重貨 那有什麼必要去走掉呢? 我覺得又不是要這樣的一個情況 雖然如果你說不重貨 就繼續覺得你再保持 但是 你說是不是今天選擇要高追呢? 我覺得如果你說要買 想加多少的比例可以 但是可能等回一點點 譬如以恆子做個參考的 真的挨近兩萬邊 就是落近了20天線附近 才慢慢加會好一點 我想這樣做會更好 好過強行升了一大罐 或者現在還在升 每次都是這麼高追 就突然下個禮拜回來 升不起來了 又回回一點 又會令大家又怕回頭 所以我想 等回一點點才加多一個比例 會比較好一點